关于超导磁悬浮这些词你了解多少呢 准备好大量磁铁将其吸附在下方的金属板上 做成一个圆形轨道矩阵 取出一块超导体将它放在低温液氮中 浸泡一段时间后放置在轨道的上方 如果此时给它一个出速度的话 超导体就会悬浮在磁铁轨道的上方快速移动 即使施加外力进行干预 超导体也能淡定的从上方通过 不会受到影响 假设将磁铁做成墨比无丝环的形状 再次将超导体置于其中的话 超导体就会顺着墨比乌丝环的形状 上上下下的不停转动 这种十分跳脱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1911年 荷兰莱顿大学的卡莫里·昂内斯 做实验时意外发现 将拱冷却到零下268.98摄氏度时 拱的电阻突然消失 后来他又发现许多金属合金 都具有与拱类似的 在低温下失去电阻的特性 由于它特殊的导电性能 卡莫林就将其称之为了超导态 1933年 德国物理学家麦斯纳和奥森菲尔德 对锡丹晶球超导体做磁场分布测量时 共同发现了超导体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性质 那就是在小磁场中 把金属冷却进入超导态时 体内的磁通量将全部被排出体外 磁感应强度横为零 且不论对导体先降温后加磁场 还是先加磁场后降温 只要进入超导状态 超导体就把全部磁通量排出体外 此外超导体还是完全的抗磁体 外加磁场无法进入 或大范围的存在于超导体内部 这种效应也被命名为了麦斯纳效应 视频中的超导体名为乙背铜氧 是著名的高温超导体 它的超导体转变温度在90开尔温以上 这个温度高于液氮的废点 所以用液氮进行冷却 在达到超导转变温度后 以被铜氧就会展现出超导的性质 也就是麦斯纳效应 并表现出完全抗磁性 不允许它的内部有任何的磁场 所以当超导体置于磁铁上方时 超导体就会产生一个与外磁场相反的磁场 保证内部磁场强度为零 没有磁感线穿过 这样超导体与磁体之间 就会存在一个斥力 与超导体的重力平衡 对外的表现就是磁悬浮 超导磁悬浮的重要应用 是大家都听说过的磁悬浮列车 以日本为例 它们使用的超导物质 是将超细尼钛合金多心线 埋入铜母线内制成的超导电线 当这种超导电线进入液氮中时 就会进入超导状态 产生强大的磁场 还是请不吝点赞订阅